盖子呢?盖子呢? 大家好我是熊阿 今天在龙岩来吃一个牛肉海鲜自助 陶克 这个是念陶吧 今天能看到这些切好的牛肉 说实话露汁感觉有点干吧 旁边是牛肉丸 还有一锅的小龙虾 这边是海鲜区 这几个贝壳 这一块是螃蟹 还有生蚝 这边写的是活虾不限量 不够再找服务员拿 这边螃蟹只有这种石头蟹 而且个头不大 这个是每桌给的 没了可以加吗?可以 这边用餐中午是108 晚上是118 主打的就是牛肉跟海鲜 牛肉现在就两种 一个是抓了粉的 一个是这种没有抓粉的 它没有分副胃肉 海鲜的种类不是很多 有几种贝壳 然后旁边只有那种小小的石头蟹 活虾也是有的 这个不是自己捞的 是服务员给你送上来的 没有了好像还可以要 绘话不多说 先烫点牛肉是肚子饿了 说实话感觉它牛肉有点干吧 我们来得太早了 这几盘已经在那边放了 食物都是刚刚切的 尝一下才知道 这虾还是很活跃的 一直在这边跳 早点解决这个麻烦 跑了一只 这个骨碟我们都是拿来装牛肉的 这样节奏比较快 吃牛肉我喜欢的粘料就是 蒜末 然后沙茶酱 一点点生抽 然后浇上这个牛肉汤汁 感觉不是很嫩 这个肉说什么口感一般 我估计要么就是昨天的牛肉 剩的 刚才切的 要么就是昨天切的 刚才拿出来的 现在还没有别的客人来 我们要先把他这个 裤子给他清掉 才能吃上新鲜的 有可能 现在这个档口 是没有师傅在切牛肉的 只有这么摆好的鸡盘 不要踩的牛肉 嚼一会就累了 哎呦 吃饭来的早的好处就是 肯定有位置 坏的就是要帮人清裤臣 就是一盘 吃的我很辛苦了 我已经不想吃这牛肉了 如果有新鲜切的 再拿一点 虾也煮好了 这个是新鲜的 都是活的 肉质看得出来很嫩 虾是很OK的 这么多虾就剥好了一起吃 剥了半天这么大一点 吃了这么点虾肉 好嫩 好嫩啊 虾是很好吃的 嗯 现在慢慢有别的做客人了 等他们把酷成的牛肉吃完 我们再去吃牛肉 嗯 老板 要不要搞点虾呢 我才发现这边的饮料都是零切的 总之期是9个月 生产日期是22年8月 就是到5月过期 22年6月 22年9月 那我要赶紧喝 别等我过期了 这个是后面拿的牛肉 稍微看起来要漂亮一点 来点小龙虾 小龙虾是不限量的 这边一锅随便你打 这肉现在比较嫩一点 起码比刚开始那几盘要好 要新鲜的牛肉 有一种牛肉的香味 不是很新鲜的话 味道就很淡 小龙虾是麻辣的 味道还不错 肉也很柴 要么就是冰冻的虾 要么就是煮了很久了 老板那个虾还有没有啊 头发都等白了 这边好像有蒸锅 那里有这个是蒸的是吧 有啊 你要换蒸锅吗 给我一个蒸锅吧 这次来的挺快的 我发现了 在这边你叫它夹虾 要叫女的 叫男的没有用 我的小伙伴已经吃不下了 不好的虾也归我了 不好就不客气了 哈哈 你看 锅虾也不剥干净一点 还有隔 我要在意这些细节 牛肉吃完了 就可以上蒸锅蒸海椒了 拿来一点生蚝 个头不长大 烧的还蛮干净的 还有虾也用蒸锅吧 有蒸锅肯定用蒸锅 盖子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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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好我好吗 这有分我一嘴 还有刚才拿到一点背盒跟螃蟹 虾有点不浮啊 过一分钟你就浮了 下手的比较快 其他的背盒跟螃蟹 还可以再蒸一会儿 该说不该说 这边的土味情歌不好听 我觉得还可以哦 今天就是专门来吃虾的 哇 爽 呵呵呵 你看到我不好意思吃了 这个蒸汤真的好像 肉质更紧实一点 生蚝还不错挺肥 呵呵呵 这个小石头馅 个头小就来还有黄 这个盖子里面也是有黄的 黄还是很好吃的 哇 这螃蟹虽然小 质量还可以 这两天叫做陶克在联东 午餐是108以为 我觉得我应该吃虾就吃回本了 不过牛肉跟其他东西 我觉得品质比较一般 如果喜欢吃虾的朋友 可以来尝一下 那我们下期见了 拜拜